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南市中西区一所幼儿园 今天中午发生火警 幼儿园四楼的佛堂突然是冒出了阵阵黑烟 还好是在附近工作的一名男子 他在午休的时候经过 意外发现到有火警 马上的来报警 随即就冲入幼儿园协助疏散 消防人员也火速抵达现场进行疏散 灭火 而火是在20分钟内被扑灭 包括孩童跟老师总共是40多个人都没有伤亡 火警意外发生在中午幼儿园的孩童 用过餐之后正准备要午休 但是四楼的佛堂突然就窜出黑烟 一名男子看到证物之后赶紧来报警 而住在附近的家长 也吓得赶快到幼儿园来关心自己的孩子 消防局初步研判是四楼的佛堂电线起火 但是详细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 感谢观看